hello!一梯飛雪人朋友大家好 我是一環 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個我平常保養的小秘訣喔 因為我的皮膚啊就是基本上它是偏乾 然後我一周大概會敷面膜三到四次 那其實那個用量就非常的大 那怎麼樣讓我的面膜達到它最大的效用呢 我今天呢就會介紹一些就是你平常會忽略到的地方 然後就是我們來就是用那個用過的面膜來進行保養 然後也不會浪費它喔 那我今天就來示範看看吧 那我上個月啊就是其實我有兩個禮拜就是其實不在台灣 因為我就是有去日本就是幫他們外景工作 就是當一個主持人的概念 然後啊就是出很多外景就是一直在曬太陽 那其實我覺得曬太陽對我們的女生肌膚是非常的傷 所以我每一次就是每一天晚上就是可能在保養的時候 我會就是多加就是保濕這一塊 然後呢就會敷比較保濕的那個面膜這樣 其實我挑面膜我會比較注意它的材質 嗯像是有一些材質就比較薄的話 你在打開的時候其實很容易把它 因為我是很粗魯的人 我一打開我覺得就是會破掉還是什麼 然後那天就毀了 就可能拿去敷別的地方 可是呢就是我最近用的那個面膜它其實延展性蠻好的 而且它就是很彈之外呢 它其實敷上臉以後很服貼 然後就是你因為我很討厭看鏡的敷面膜 就是它其實沒有看鏡的敷面膜也蠻容易成功的 那像是我最近呢就是最愛用的面膜就是這一片 那因為它的延展性很好 我想就是跟大家示範一下 像是面膜這樣打開來它一定有一個那個 就是跟它隔離的這個粉紅色的面膜紙把它拿掉 然後你看喔它這片面膜啊 它不會像一般就是外面很薄的會自己黏在一起 而且它真的很好敷上臉 給你們看這樣 因為我真的很討厭看鏡子 你看鼻子的地方啊它其實超級服貼 因為它有做這個就是切角 然後讓比較適合我們的鼻型 然後旁邊呢也就是很好的往旁邊拉 然後就是延展性很好這樣 然後呢我們就敷個15分鐘 那現在呢已經敷完15分鐘了 我把它拿下來 其實拿下來以後啊它其實還是濕的 可是呢就是現在我們要拿來做其他用途喔 敷完臉以後呢我會把面膜對折 然後拿它在我們頸部後面這邊 那因為這邊呢平常是會很忽略到保養這一塊 所以我們要好好的加強 像我呢平常也會就是把它敷在鎖骨下方這邊 這邊這邊 然後呢因為我們平常穿小可愛或是平口 其實很容易曬到這邊 所以呢回家也是要加強保濕 那另外呢我會就是做一個小撇布 就是用你的手這樣按壓這邊 它可以就是通一下你的那個淋巴 讓你就是整個人的循環會更好喔 那稍微就是要用力一點 這樣子會才會有效 那接下來呢我會把它剪開 因為呢我們要拿來敷肩膀 像我們平常穿細肩帶啊 其實肩膀也很容易曬到 那像是我現在已經有點膚色不均了 有沒有就是這一塊特別的黑 所以我們要加強的保養一下 像這樣子把它沿著肩線這樣子往下敷 兩年肩膀就都有了 但是我平常呢也還蠻愛保養我的腳 所以呢我其實在敷完肩膀以後 我會直接把它拿下來 然後敷在我的膝蓋上面 這樣子呢也會讓你的膝蓋 比較不會那麼暗沉喔 然後呢 對 我 disappear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